造谣动动嘴 辟谣跑断腿 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等问题 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 过去六十多年来 新疆地区人均预期寿命 由三十岁提升到七十二岁 增长两倍多 过去四十年来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增加一倍多 但是2010年至2018年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增长25% 是汉族人口增幅的十二倍多 请问各位记者朋友 你们谁见过这样的种族灭绝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各别西方国家绝非真正关心 中国新疆民众的福祉 而是企图以人权为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 干扰破坏 中国新疆乃至中国的发展进程 这种图谋 这种图谋 绝不可能得逞 这些国家 不要忘记 他们屠杀 原住民的历史 也不要 无视他们国内 仍然存在的 严重种族歧视 侵害 原住民权益等问题 种族灭绝的帽子 还是留着他们自己戴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